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我们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是有意义的 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有神 但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的存在 却是有意义的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爱我们的神 因为它存在 以至于我们应该要思想的是 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的时间 我该怎么用 我每一天我要怎么做 神放在我手中的职位 我要怎么去用 我要怎么让上帝可以用我 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上帝的美好 彰显祂的荣耀 不过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扁我们自己 难道不是吗 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性别 我是女孩子 不可以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年龄 我还小 我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都不听我的 大家都觉得我年纪太小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职位 我不是那一个职位的人 我不能做什么 我们会说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只不过是点点点 我能做什么 是的 弟兄姐妹 在这个复杂混乱的世代里面 这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这么大 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们能做什么 那在今天的读经里面 很谢谢释迦姐妹 为我们读四世纪 很少读的一段的经文 然后读到很乱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会慢慢的来看 那这个世世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那世世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 如果你去读圣经 你会发现读四世纪很奇怪的 前阵子有一个刚性主不久的姐妹 读四世纪 读了很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充满很多暴力 四世纪有很多暴力 然后有很多的争战 非常的混乱 然后他们敬拜不同的神 所以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呢 不只敬拜上帝 他们也跑去敬拜外邦人的神 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习俗 跑出来 有很严重的 你读四世纪到后面 甚至其中一个世纪 还把自己的女儿杀掉 献祭给上帝 可是这是上帝不喜悦的 那个时代非常的混乱 很多不同的思想 然后呢你会看到圣经里面 好像有时候上帝在 跟以色列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呢 上帝好像不在 以色列人就很惨 诶 时而在 时而不在 神要求以色列人做的 以色列人却不顺服 整个就是在混乱之中 那整个混乱之中呢 大概有四百年之久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四世在统治着 以色列人 那整个四世纪有一个总结 也就是四世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这节的经文出现四次 从17章到21章 总共出现了四次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 一节的经文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一 二 三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亡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弟兄姐妹 为什么四世纪会这么混乱呢 因为圣经说 那个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亡 他们心里面没有亡 事实上也没有亡 他们只有事实 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心中没有亡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人就会任凭自己 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因为心中没有亡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有什么管教他的 你知道圣经里面 还有另外一处的经文 也是说到人民会放肆 你们记得这个经文吗 如果没有什么 然后民就会放肆 对不对 在真言的二十九章 这里就二十九章十八节 上面是和合本 下面是新一本 上面说什么呢 说没有异象获益 默示 民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那新一本呢 把异象翻译成 启示 人民就没有法纪 如果没有启示呢 人民就没有法纪 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弟兄姐妹 我们在ID课程的时候 常常提到这个 没有异象 人就放肆 但是我们很常时候会觉得 异象是什么呢 异象就像一个目标 一个图画 我在ID课也是这样子说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里指的异象 不是人自己的目标 不是人自己的一个愿景 所以说新一本 它又重新在翻译的时候 它说没有启示 启示是什么呢 启示从哪里来呢 在圣经当中 启示是从先知来的 先知是其中一个 启示神的话语的 我们会讲说 先知说预言对不对 先知说预言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神的话语 让百姓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语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 如果没有神给你 他要你有的梦想的话 人民就没有法纪 所以下一句说 遵守律法的 意思是说 当我们遵守上帝 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 便为有福 所以说换句话说 我们从四世纪 从圣经的描述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王 他就像monster这样子 再加上呢 他里面没有启示 所以他心中没有神 没有王 没有一个比他大的 也没有上帝的话呢 加起来呢 就会是等于任意妄为 Just do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因为 It's ok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谁说的算 我说的算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要小心 当我们心中 如果没有王 或者是我们 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人就会任意妄为 最近有很多饭局 你们肚子饿吗 有些人还没有吃 我也是还没有吃 ok 最近有很多饭局 一直是吃吃喝喝 然后有时候 也不是吃吃喝喝 就是午餐晚餐 每一餐都是要吃的嘛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 同工一起吃吃吃吃吃 然后有时候会讲很多废话 聊天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会讲起很认真的话 最近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聊 我们就一群 我们这一群是觉得 我们是一群骄傲的人 我们很骄傲 我们就在想 我们是怎样从骄傲变成 不敢骄傲 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 到底是几时我们转变 然后就一起在分享 我分享我的 他分享他的 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从骄傲变成 不敢那么骄傲呢 是因为 因为我们怕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怕上帝 因为曾经骄傲 上帝 因为爱我们 因为爱我 所以说他就 对付我 对付我的骄傲 所以说我就死到很惨 然后好几次好几轮 过后呢 就发现说不可以了 每次都要跟上帝 祷告上帝 你不要等到我很骄傲的时候 才护我 才打我 我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提醒我 圣灵提醒我好不好 因为我们很害怕 害怕上帝 不开心 害怕我们没有尊荣神 难怪圣经也这么说到 圣经说什么呢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自身者 就是聪明 所以弟兄姐妹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心中里面 我们心中里面 的王是谁 我们怕什么 当我们害怕上帝的时候 我们正式开始变聪明 我们正式开始 在人生当中 有智慧 弟兄姐妹 所以说今天很特别 我们要来看四世纪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讲的 我们会讲到两个人物 就是迪波拉跟亚裔 是比较我们不熟悉的 对吗 还是难道大家都很熟悉 我是准备这堂讲道 我才知道 哇原来他们的故事 这么精彩 那是的 今天我们要看我们 平时很少看的经文 有一点难讲 我也还在学习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一直会站在中间 因为我要看这个稿 不是因为才刚刚学到 所以说呢 不过我相信 每一个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都是有意义的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大人物或者小人物 都是重要的 因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小事 都是有意思的 神看重我们的生活的小细节 而且我们今天在这里 有我们所需要做的决定 做的选择 在我们继续讲之前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啊 我向你祷告 主啊 当我在传讲这话语的时候 我祷告你的圣灵与我同在 求你亲自引领我 让我所说的都是来自于你 都是你想对我们所说的话 主啊 愿你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你来做我们心中的王 无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 是贵族 是平民 是德高望重的 或者是卑微的小人物 主啊 都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今天可以看见你 让我们所想的 不是专注在我应该做什么 不是专注在我接下来要计划什么 不是专注在什么是对谁才是好人 主啊 乃是帮助我们把焦点聚焦在你那里 你的信息 你的国度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Amen 好 所以我们继续来谈四世纪 那四世纪里面呢 他们会一直在循环 那我们会看到四世纪 每一个世事出现的时候 其实他就走了一个cycle 那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人怎么样 一开始他们就会犯罪 他们就会所谓的犯罪呢 就是说 你会看到经文又说 以色列又行耶和华抗为恶的事 就是他们开始犯罪了 犯罪指的是 他们就去拜别的神 OK 拜别的神 然后呢做别的 拜别的神的那一个的 Ritual 那个叫什么 宗教的仪式等等 所以说呢 怎么样呢 他们犯罪 刚才我说了 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 当你太骄傲 当什么 上帝因为爱 因为怜悯 祂会对付你 祂会让你明白 你已经走错路了 要你回来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 以色列人呢 他们犯罪过后呢 他们就会受逼迫 他们就会栽在外邦人的手中 然后就会被折磨 就会被欺负 很多年 经过很多年 他们受不了了 然后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悔改 哎呀上帝我们又回到你面前 OK 他们就悔改 悔改了他们就开始祷告了 他们说上帝啊求你解救我们 让我们脱离这个 这个害我们的这个君王 让我们可以自由等等 他们就开始呼求呼求 然后呢呼求完了 上帝就会来拯救 上帝就派一个事实 来怜悯他们 帮助他们 有时候是打一场仗等等 消灭掉这些敌人 或者让他们把他们赶走 然后呢 以色列人当中又恢复了和平 可以吗 然后恢复和平 好多年 有时候是80年 有时候是40年 40年过了 又来 一直这样子重复 一直这样子重复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迪波兰先知 是在这里 是第三轮 他是第三位士师 在第三轮 所以说呢 前面已经发生过两轮了 这个是第三次 第三次在走这个cycle OK 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人已经住在迦南地了 可是呢 他们周围还是有迦南人 所谓的外邦人 就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说呢 当这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又行严和抗为 恶的事的时候呢 他们又开始犯罪 结果这一次呢 他们就被迫害 对不对 一样的 但是是被谁迫害呢 刚才经文里面有说 他们被一个王叫做耶宾王 是迦南地的王 被耶宾王所害 然后他有个军长名叫西西拉 这个要记得名字啊 西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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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耶宾王跟他的军长西西拉呢 他们统治那边 而且特别强调哦 他们有900辆车 战车 为什么特别强调呢 就代表他们很强 OK 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车 他们有战车 900辆 然后圣经也说他们欺压以色列人 就是对以色列人很不好 20年 OK 所以你大概懂 现在到哪一个cycle了 对不对 到哪里了 他们受不了了 以色列人受不了了 所以说呢 怎么样呢 他们就开始来 开始悔改了咯 他们开始悔改 然后他们就开始呼求 呼求上帝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是底波拉的时代 底波拉是当时的事实 当时的事实 事实是什么啊 那事实 英文翻译叫judge 但是judge 因为我们如果想到judge 会想到法官 对不对 戴那个假的头发 然后 OK 谁对谁错 判监了 可是不是 那个时候事实 其实他们是比较是属于 一种地方性的一个领袖 甚至是军事的领袖 或者怎么说呢 有一点像是村长的概念 但是他是管理整个族群 族长这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事实 那他是整个记载里面的 唯一一个女事实 OK 然后呢 他也是一名先知 那先知 就 你看他事实他是统治嘛 他统治整个 就是说他管理整个军事 他管理人民的事情 那先知呢不一样 他另外有一个身份 就是他也传讲神的话 他也代表上帝向百姓讲话 OK 那圣经也说 他是一名妻子 弟兄姐妹 这个迪波拉 非常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当女的领袖 作为一名女的领袖 是非常的特别 也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肯定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自己经历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经历 你知道就算到今天 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女人的判断 对于女人的领导力 对于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争议的 有许多的怀疑 是不是 有的时候如果你问你的朋友 还是你朋友跟你说 哎呀他在工作做到很不顺利 遇到很不好的老板 有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就会问 你的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讲女的 哎呀就是这样的 女孩子老板 很麻烦的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再问下一个问题 你的那个女老板结婚了吗 还没有 就是这样都没有事情做 如果结婚了 哎呀就是一定跟他老公吵架 对不对 所以说我我跟你说 女的领袖下面 无论是男是女啊 都是这样子看女的领袖的 很特别很好玩 连女孩子也会这样子讲女孩子的领袖的 哎 这个连来到今天哦 这个时代啊 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何况 何况是迪波拉的时代 那个时代哦 他们是怎么样 那个时代的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而且女人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定位 就是说她应该是怎么样做 其实一直到新月的时代都很多争议 一直到今天都还会讲 哎 女人可以做什么 女人不可以做什么 弟兄姐妹 但是 你看啊 这里很特别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 弟兄姐妹 来 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 你们来念好吗 一 二 三 所以说你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女人在现今的时代要做领袖不容易 在那个时候更加的难 不用想一定是更加难 可是你看这个现象 她坐在一棵树下面 很像有一点悠哉这样子 然后呢 以色列人是从各个不同地方来排队 听她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迪波拉这个先知 迪波拉这个士师 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而且她真的是一个上帝的代表 所说的话 是能够造就她的百姓 造就那些以色列人的 不然她们不可能 男男女女排队 在外面不是在家里 在树下她是在outdoor 排队 来看她 来听她说话 所以说这个迪波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 非常特别的事实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就受不了了呼求上帝 然后呢也跑来跟迪波拉说了 迪波拉我们现在这样子很辛苦啊 已经二十年了 上帝可以来解救我们吗 于是呢 这个时候呢迪波拉就怎么样呢 迪波拉就召见 这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军长 或者是说一个将军啊 叫做巴拉 OK 可以哦 没有乱哦 要跟住我了 不然等一下你就不懂去哪里了 OK 他就叫一个 以色列的将军叫巴拉 所以你看啊 这个迪波拉也是很不错 他就是在那棵树那边召见他 然后那个巴拉要从很远的地方听到他召见 就长途跋涩来见他 OK 那这个时候呢迪波拉就对这个巴拉说什么呢 弟兄姐妹 她说 她对巴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个曾吩咐你说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迪波拉是一个怎样的人 会不会有点凶 如果是用华语讲 就是上帝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的感觉 但是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在原文里面 因为他们用曾吩咐你 就是有一种好像很确定要吩咐你 所以说当巴拉来的时候 迪波拉是怎么说呢 迪波拉跟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吗 其实意思是神定义要你去 巴拉神 confirm 懂吗 你要去 神真的他已经叫你了 这个是迪波拉对巴拉说的 然后他说什么呢 所以说他是在说 现在上帝要呼召你 confirm 我知道一定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所以说怎么样呢 神吩咐你要去哪里呢 你要去他 他那个字念什么 他伯山进军 你要从他伯山进军 然后你要从 拿佛塔利人和西部伦人 这个不用记忆 总之就是 一些以色列人 可以吗 从这里招一万个人出来 他就 迪波拉就对巴拉说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意思非常的重要的 当迪波拉说 上帝 confirm呼召你了 上帝叫你了 而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不是只是叫你去 然后就在那边看 你去 不是 上帝接下来讲的话 就是 当他呼召你的时候 他呼召巴拉的时候 他也告诉巴拉 神他自己的谋略 你要怎样去 上帝已经叫你了 然后呢你要这样子去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 然后你要拿 谁谁谁谁谁 他们已经预备好行咬的 你一叫去 他们一万个人就来了 有神的谋略 接下来 迪波拉继续对巴拉说 这个是他代表上帝说 他说什么呢 我必引野兵的军长西西拉 这个就是军长 西西拉和他的车辆 与全军到基顺河往你那里去 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弟兄姐妹 当上帝对巴拉说这个话的时候 叫巴拉要去的时候 上帝的呼召有神的谋略 上帝的呼召当中 短短几句也有神的参与 上帝说你去做你的 你从这里去 我会在另外一边做事情 我会make sure 他们从这里会去到你那里 然后最后你会赢这场战争 所以说这时候 迪波拉对巴拉讲的这个话 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 巴拉也听得懂 其实他也听得懂 他知道上帝呼召他 弟兄姐妹 上帝有呼召你吗 你怎么知道上帝有呼召你呢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当中有神的谋略 当中有神的参与 他不会是你一个人傻傻在那边 一个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 不会是 当我接受神的呼召 全时间俯视 回到皇后圣光的时候 我很清楚很清楚的知道 这里是神要我回来的第一个地方 这里是上帝要带我回来的第一站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看见上帝的参与 你知道吗 很好玩 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们也在请一个同工 请第一个行政同工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两个人 他们都有感动要做同工 然后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 所以是超见弟兄跟佳琪姐妹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 其实我们心里面一直觉得 肯定是佳琪咯 肯定是佳琪会来的 可是呢 很奇妙 很特别 最后呢 是超见弟兄来 所以说有点吓到 因为跟他不是很熟 虽然我跟佳琪也不是很熟啦 但是他感觉好像是跟不熟的感觉 所以说 很特别 所以说我进来 然后十五天过后 就到超见弟兄进来 但是呢 这是神的参与 因为真的是一个惊喜 殊不知 超见弟兄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弟兄 其实这两年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说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神的呼召的时候 正所谓 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 我们会说什么呢 如果神呼召你 他会为你负责到底 我们没有在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但是这篇 就让我们知道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他必定给你谋略 他必定参与在你的整个的行程当中 可是呢 巴拉听的呢 好像不是很愿意 对不对 因为他的回应是 他对 他对迪伯拉说什么呢 他说 你去我就去咯 好像去盈会这样 你不要去我不要去咯 来啦 一起去啊 是吗 你去我就去咯 如果你不 你不与我同去 我就不去 当巴拉有这个回应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文 你现在这样子看 你觉得是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巴拉有信心的问题 上帝都叫你去了 已经讲到这样清楚了 为什么你还不去呢 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 哇 现在是在比咯 好像底波拉比较有信心 然后呢 巴拉比较没有信心 哇 女的领袖比较好 男的比较 不可以 比较漏 对不起 比较差 对不起啊 太那个了 OK 所以说呢 是这样子吗 弟兄姐妹 或者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在想 我应该要像底波拉多一点 还是要像巴拉多一点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当我们读经 如果读到这样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退后 因为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想 圣经在写的是谁的故事 巴拉的故事吗 底波拉的故事 底波拉传吗 不是耶 圣经在写的是上帝的故事 到底上帝在讲什么 所以说呢 它重点不是在我要像底波拉 还是我要像巴拉 事实是有时候我们像底波拉这样的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跟人家讲可以的去 有时候我们也是像巴拉这样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也是 要咩 不然一起咯 你陪我啦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是 到底为什么巴拉会讲这个话呢 其实巴拉很明白这个呼召 但是当巴拉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 他是在求一个应证 他是在求一个应证 他知道是的 上帝要我去 OK 上帝讲了这些 会发生这些事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说呢 他想求一个应证 他说 底波拉 如果你陪我去 我就去 如果你不去 我也不去 这是对底波拉的身份的一个认可 因为他知道 底波拉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他是一个代表神的先知 所以说他也很谦卑的说 你去 你陪我去去 我就去 我就知道上帝也跟我在一起 如果你去 哇 我就很有把握 我知道上帝跟我在一起 OK吗 那底波拉接下来呢 就怎么回应呢 就讲到 就这里就讲到一点 关于荣耀的事情 关于光荣 底波拉马上的回应是 我必与你去 我必与你去 然后呢他就说 只是呢 你这次的行程就没有光荣 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富人手里 那一样的 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惩罚 对吗 那对吧 你看你没有信心 还要叫我陪你去 够了咯 等一下你就 可是不是 如果底波拉是这样讲话的人 如果在那个时代底波拉讲话这么 算是有点不好听 嚣张 真的会有人在艳阳高照排队听他 在那个树下讲话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那种意思 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 是的你在求一个应证 你想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跟你去 我现在会跟你去 也在告诉你 是的 上帝会陪你去 但是要怎么证明上帝肯定陪你去呢 就是这个第二句 下半句 只是你这次的行程就没有光荣 什么是光荣 所谓的光荣 在过去他们打仗 什么是光荣 光荣是最后 那个军长 对对面的军长 OK 战争是怎样结束的 是当那个军长死掉 当那个率领死掉 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说如果你的领率死了 我们就赢了 所以说通常呢 一个打仗是怎样结束呢 是当我们抓到最后一个 那个军长的时候 我们就会等我们的军长来 然后我的军长就会 亲手杀死他 这个就是他的光荣 可以吗 这个就是他的光荣 Yes 战争结束了 我们赢了 但是呢 为了要证明 为了要证明 是的 上帝会跟你在一起 而且这次是肯定有印证的 这一次 你不会有这个光荣 上帝要把西西拉 就是那个军长 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最后是一个妇人把他干掉的 不是你 所以说这个是意想不到的 哇 真的吗 有可能吗 所以说那个时候 巴拉听到了 他就知道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 肯定是上帝完成这件事的 因为不可能的 在比赛 在打仗里面 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的 所以说呢 底波拉对他的回应是 我会与你一起去 而且我会给你印证 让你知道 我在 这是上帝 对巴拉的回应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都神的作为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 而正是到意想不到的时候 这正是神的印证 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想象所发生的 我们大可说 我都预料到了 这个是我计划的 这个是照我想象发生的 可是很多时候上帝的介入和上帝的成就 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这个是Renew Home 1 这个我住这里 我住在Renew Home 1 蛮不错的屋子 然后呢 蛮大间的 蛮不错的 以前呢我家是住在 我们是住在 马摩 马摩现在很不错 你们可以去那边 隔壁有那个大城 鹿鹿 好像最近还可以 不懂还有没有唱那个唱歌 那边很不错 好像老街一样 以前我们住在马摩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在我们住在旧家的时候呢 我的爸爸就离开 就是说他就不跟我们住了 他就搬出去 我爸爸妈妈就分开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工作 我就开始担起养家的那个职责 当然现在比较好了 弟弟妹妹长大了 就没有这样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小 所以说呢 我就在算是养家这样子 然后感谢神的恩典 是够用的 是OK的 可是呢 我的妈妈就很特别的 她就一直 时不时就会讲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买新的屋子 然后我就会骂她 我说不要 哪里有钱 哪里可能 我就一直骂她 可是她就一直死缠烂打 每天拿brosser给我看 你看这里 她想去看而已嘛 去看而已 不用给钱了 还有那个我们的邻居搬去哪里了 什么这样 哇我一直骂她 因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讲你祷告咯 你祷告上帝成就就有 可是我心里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呢怎么样呢 过后 就有一天 她就说 她就说 我们那个venihome要launch了 所以说我们去看要不要 我说OK啊 几时 她就跟我讲几时几时 OK我们就去 那一天去的时候 我哇venihomelaunch了也没有人了 特别吗 因为我们搞错时间已经过了 好笑吗 蛤 过了我妈妈吓到 过了啊 我讲哦是过了咧 然后那counter的人就讲说没有了 就讲已经卖完了 然后我妈妈就很失望 然后我心里愿就跟你讲 然后 可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一个banker在那个很特别的 那个banker就来跟我们讲话 就讲 其实还有的咧 蛤真的吗 你不相信你去问她 还有几号几号几号 我们就去再去问counter多一次 哇她真的拿那个map出来讲 OK啦还有这间这间这间这样子三间 然后我们就OK 我们就开车去看看看 然后哇你懂吗 就是这样的喔 妈妈也是很厉害很有智慧 就看看看了心就很痒 哇很好咧 一人一间房间等等 可是真的觉得没有可能咧 这觉得没有可能 可是我就跟我妈妈说啦 OK如果喔 上帝给我们头七的钱 我们就去买 因为很难的咧 啊 头七我们就去买 哇结果那个时候 哇真的很奇妙 我爸爸不是离开我们很 一段时间喔 他突然间跟我们讲 喔 不懂哪里哪里 他的生父还是什么 要在不懂哪里啦 卖地 然后要分一点钱过来 然后哇我就讲 OK不然我们问问看爸爸啦 因为这样久没有见了 不懂他会不会OK 爸爸我们想要买屋子咧 头七多少多少钱喔 你可以出吗 他很快的回答 OK 傻掉 哇感谢赞美住我们 你知道吗 当我爸爸讲OK喔 其实我就很知道很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帝做成的 因为喔 在我心里面是 不可能到不懂哪里去 就是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我连看我都不要看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去看一个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 上帝就成就 所以说弟兄姐妹 就是如此 在这个叙事里面也是这样 不可能的 不可能这个人 不会死在君长的手上 不会死在 这一个巴拉的手上 会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上 很奇怪 请问这个妇人 会是谁呢 大家就开始想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 请问这个妇人 是来者何人 带着刺客 这样子跑出来吗 不肯 还是 其实她在讲她自己 迪波拉 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 会觉得迪波拉在讲她自己 可是其实不是耶 其实不是 其实我本来要读完整章的经文 到24节 但是太长了 所以说我们不会一节一节看了 我就跳去那个结尾 不过你们可以继续看 你们可以慢慢回去慢慢读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做亚裔 亚裔 圣经有这个名字很好听 亚裔 亚裔的翻译出来 英文的翻译是 但是其实她真正念 应该是亚裔 这个亚裔是谁呢 这个亚裔是谁呢 圣经形容 你如果读下去 她是西伯的妻子 西伯是谁 谁知道 whatever 所以她是西伯的妻子 总而来说 她是一个超级小人物 一个很小咖 在圣经里面 那怎么样呢 你读圣经下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对夫妇 西伯跟亚裔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住 像你看 刚才不是讲去什么拿佛塔利 因为他们一群人 如果他们是拿佛塔利 他们就会住在一起的 可是这个西伯 他就选择不要跟他的那一群人住 他就搬 他慢慢慢慢搬到哪里 他搬到边界 靠近哪里 靠近耶宾 靠近耶宾王的那个营地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这个西伯 他其实是要投靠耶宾的 他觉得耶宾可以 他觉得以色列不可以 所以说应该他跟耶宾是蛮不错的 ok 所以说你看圣经很奇怪的 以色列人出去要打仗 怎么西西家会 西西拉 西西家是另外一个人 西西拉会懂 为什么他会懂 所以说我们可能怀疑 我们怀疑不一定不知道 可能西伯自己或者他派人赶快去 赶快去跟他们讲 以色列要来打了 所以说这个是西伯 西伯选择站在耶宾那一边 可是很碰巧就是这样子 当整个来打仗的时候 然后上帝就出手了 他们就开始溃乱 很乱那个敌军 然后全部人就 那个谁啊 西西 西西拉那个军长 就气掉他的车 他不要他的车咧 他就一风跑的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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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逃跑跑跑跑跑 然后以色列就一路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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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把全部 全部的900辆车 全部的军队杀死了 就开始全部一起去追那个西西拉 因为西西拉要死 然后才可以结束这个战争才是赢 就去追 他就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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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然后跑了跑到哪里呢 跑到西伯的家 他的那个帐篷 就是亚裔在那边 亚裔叫他来 所以说 你看为什么他会来 亚裔是以色列人 所以说他们是认识的 应该 他们是认识的 所以说他叫他来 进来 我帮你躲 他就OK进去 然后我进去 就拿curtain 遮住他给他躺 他还跟他讲说 来给我一杯水喝 那个亚裔还给他一杯水喝 然后呢他还讲说 什么啊 你帮我去外面看啊 如果有人跟他们讲 我不在这里等等 他就OKOKOK 这样 你说好好睡好好睡 然后呢这个 这个不懂为什么他这么累哦 西西拉 他超级累 累到睡死这样子 你们会这样吗 听不到闹钟 我整天这样子 OK 所以说呢他就是睡死 然后呢 哇 很安心 在那边睡 然后这个亚裔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去外面 拿了一个绝子 什么是绝子 绝子是木头 那个搭帐篷的木头 插地上的 把整个帐篷 就是稳固在地上的 拿起 就拿一个绝子 还有拿一个hammer 所以hammer是他的weapon 你看那个哦 他就从 从他的太阳穴这样 钉下去 然后就把这个西西拉杀死 结束了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战乱 结束了这一次的战争 后来呢 怎么样呢 以色列就恢复和平 四十年 这个亚裔呢怎么样 他就 他就是那位得到光荣的妇女哦 不是迪波拉 是这个亚裔 弟兄姐妹我们讲完了整个故事哦 现在你们都懂了 那 神有话 要透过这个故事 其实是这个事迹啦 它不是故事 它是真正发生的 对我们说 神有话 要对我们说 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弟兄姐妹 在混乱与压迫 和平安安稳之间 是有一个选择的 在整个的 你看啊 在整个的混乱的 世事时代哦 世事时代是非常的混乱的 可是有的时候是和平的 有的时候是混乱的 可以吗 所以它是有分别的 而且是因为人的选择 所以说呢 在这个循环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那 所以说呢 我们回到这个 世事记的中心点哦 就是 谁是你心中的王 当以色列人 遵从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说是的 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王的说 神就亲自拯救他们 他们又谦卑下来 他们就可以得享和平 这一次他们享受和平 四十年 弟兄姐妹 我们到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世事了 所以说你现在在 可是现在我们有谁呢 你们知道对不对 因为世事没有办法 永久的拯救 以色列人 因为如果永久拯救 就不会一直塞割了 可是呢 我们现在有的是福音 因为耶稣一次的拯救 就代表了 永远的拯救 而且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耶稣 祂要做王 祂不是要在这个世界统治 而是祂要做我们心里面的王 所以说呢 耶稣是拯救 耶稣是王 所以我们要选择混乱 还是要选择和平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选择 我们心中的王是谁 是什么 是钱吗 是面子吗 是 还是是耶稣 如果 如果你选耶稣 你就选对了 因为耶稣是拯救 耶稣 是君王 第二个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是 神的作为 来 你们来念 你们今天讲的少话 来 一 二 三 是的 神的作为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所以说呢 那当巴拉知道 最后是亚裔杀死他的 其实你知道巴拉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你觉得 你觉得 是开心的 因为他知道上帝站在他这里 他知道上帝成就美好的事情 因为上帝所做的超乎他所求所想 弟兄姐妹 所以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以为一定只可以这样子 不要自以为自己可以算得到 我这样 一定会这样子的 不一定 弟兄姐妹 也不要觉得上帝不可以用你 上帝可以用迪波拉 上帝可以用巴拉 上帝可以用亚裔耶 上帝为什么不可以用你呢 你要相信神的作为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阿们吗 最后一个 来我也是你们来念 一二三 永远选择站在神那边 是的 弟兄姐妹 永远选择站在神那边 你看啊 底波拉跟这个巴拉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别人讲道 但是讲的这堂道 但是我刚看经文的时候 一开始乍看之下 会感觉 会感觉好像是男女之争 好像男的比较好 还是女的比较好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发现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我们都要选择站在神那边 在打完整场战争过后 第四章的后面 第23节 这里说到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这样神就在那一天 在以色列人面前 制服了迦南王耶兵 请问最后的荣耀是谁的 最后的荣耀是谁的 是神的 他们有说 他最后的结局 是底波拉还是巴拉很厉害吗 不是 是神得到那最后的荣耀 是神在那一天 在以色列面前 打败了耶兵王 所以说你看到巴拉跟这个底波拉的关系 不是一种很tension很对抗的关系 而是一个在一起的关系 你可以继续看啊 其实底波拉和巴拉应该只是会出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 你继续看圣经下去的时候 第五章写那个怎么说 编辑圣经的人 他放了一个标题说什么呢 第五章是底波拉和巴拉之歌 他们一起在庆祝啊 一起写了一首很长的歌 欢庆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送赞 然后送赞上帝 讲说yes我们打赢了 他们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呢 因为他们选择站在神那一边 可是呢我们看另外一边呢 那对夫妇西伯跟亚裔就很明显了 西伯是站在耶兵那一边的 而亚裔呢 虽然他跟着他的老公 被迫要搬到那个边界去 可是在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 站在神那一边 站在神那一边 选择做对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问号啦 因为杀人是对的吗 但是 我都说了 44时代是一个很混乱 很 就是那个时候是那样的一个现实 是那样的一个背景 当然上帝 上帝不喜悦我们 打打杀杀 但是那个背景是这样子 而亚裔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 结果他们的结局很不一样 如果你去Google search 你很难找到西伯的 的information 可是你找亚裔是很多的 Joel 亚裔是很多的 那个结局截然不一样 弟兄姐妹 请问皇后圣光 要站在哪里呢 请问你是站在哪里呢 我们是选人 选边站吗 我们是看那个人 谁对谁错 谁有去谁没有去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来站吗 还是今天我们选择 大家都一起 站在 上帝那边 而且我相信在这里 我们大家 应该啦 包括我 我们都是极小的人物 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上帝要用亚裔 上帝要用我们 今天我们看了 我们很少会注意到的人物 圣经人物 我看到大家都很精神 觉得 嗯 这个可以 这个比较像我这样 在站棚里面 对不对 哇 小人物很特别 因为我们可以connect 但是重点是 上帝要重用你 上帝要重用亚裔 上帝要重用我们 我们很重要 这些人物也很重要 即便他们是圣经的小人物 很少被提到 但是他们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都选择站在 太厉害了 都选择站在 神那边 是的 都选择站在神那边 因为圣经也说 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 耶稣的身上 耶稣是谁 耶稣是君王 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一个君王的身上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问 到底你要如何用你的行为 来表示你站在哪一边 你每天的生活 你的时间怎么用 你怎样对一个人 你怎样在暗处里面生活 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看到一个垃圾 还是怎么样 你要怎样生活 你怎么样表现出 你其实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 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 也是今天我们要做决定说 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小人物 没有问题 我们要选择站在主的那一边 从小事做起 我们要留意 有点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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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免得